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话说 最近很多人都回深圳玩 有见及此 我们就决定北上深圳 帮大家试下深圳的餐厅 今天这间餐厅叫上纳斯 位于深圳南山区 餐包 包多脆 既香蒜蓉味 厚似牛舌 面头是火候苗苗和山菜苗 牛舌很软 甜味适中 连同菜一起吃 会感觉没那么油利 菜虽然有点草车味 但跟牛舌很配合 完全没有违和感 如果配黄甲木酱一起吃 会再多一份层次感 底层的是薯蓉 薯蓉很滑 很香薯仔味 新鲜生蚝 品种是法国水蒸生蚝 生蚝很鲜甜 有海水味 松露蘑菇汤 汤的香蘑菇味 反而没什么松露味 面头有杏包菇和炸面包粒 可以增加口感 汤的特色不算很creamy 算是比较滑 法式洋葱汤 洋葱汤上面是芝士 加了薄荷水 肉眼牛扒 牛扒是用USDA Prime Beef 美国牛来说都算是顶级 我们叫了三成熟 牛扒经过干熟28天 表面脱水很干身 蒸完之后表面超级脆 而牛肉的肉味就浓缩了 所以更加浓郁 也很嫩滑 有饿脆内乱的口感 汁是酸甜辣椒酱 味道像普通番茄酱 完全没有辣味 也不建议大家碰这个酱 因为我觉得是破坏了一件那么好吃的牛扒 而沙了黑胡椒的话 才感受到的是牛肉的香 之后黑胡椒的香就慢慢滲出来 牛扒唯有没有那么好是有少少根 奶油菠菜 菠菜很creamy 很浓忌廉味 煎露筍 露筍挺爽脆 不过没什么特别 Telamisu 那个Telamisu 几重咖啡味 口感都算是湿润 但感觉差一点咖啡酒香 另外 它不是按照传统手法去用手指冰去做 而是用蛋糕 我觉得如果蛋糕多些咖啡味会更加好吃 今天一餐five course lunch 买单858人仔 人均430元左右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正体comment 两个人吃干式熟成牛扒 买单800人仔都算适合吃的 重点是食物质素的确不错 而我订位的时候remark了是慶祝生日 餐厅有帮手报纸这么浪漫的餐桌 这方面值得一赞 不过 如果餐厅在这两方面稍微改善一下 感觉会更加好 一 人坚400多这个价位的餐厅都算是那级餐厅 店员上菜的时候 最好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菜式 二 摆盘有少少RAW 传统可以修饰多一点 总括而言 就餐厅环境 食物质素 服务质素来说 这间餐厅都算是不错 是慶祝餐厅的好选择 这条影片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